詞・編曲 李宗盛 講述歷史,現在快要討論政制方案和表決 當然大約四、五年前都發現歷史 所謂二次放水事件或捉鬼事件 現在又來捉了,因為623,聽說623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應該好像是真的 623就表決了,現在由市面上開始談捉鬼 我覺得捉鬼不是太好,應該講古烏龜是好些 潛烏龜,玩啪啪,潛誰是烏龜 馮建基大熱,因為他已經開了假 如果區議會搞定,上次已經給了一個假 所以共產黨在這點上,足夠讓步 他就第一票過去 李國倫,我就不是很熟悉他的人 大家都貼他,其實他不會太過 和這個中共有公開的各誤 所以貼他第二個 其實他沒有什麼特別表態 第三個就是張獲署 但是張獲署看起來又不像,因為他支持五區公台 第四個是梁耀宗 因為上次梁耀宗遙傳是六軍事之一 實際上也是,他曾經有接過頭 但是我們不可以說他再次一次就會做 然後湯家驊 湯家驊公開反對五區公投 和共產黨談過 其實上次他已經透露過 和共產黨談了七七八八回去等電話 所以他的意思是不奇怪 據民事面上有消息 就是說中央遲些就會就香港的政制 發展那個方向會有一些 比較具體的一些說法 希望透過中央一些比較具體的說法 能夠令到一些邊緣派 或者叫做疑似那些鬼 能夠歸邊的時候 都能夠和人有所交代 或者覺得其實他的歸邊都是忍辱負重的 無論如何都可以在這段時間 你們還未回到立法會 同時間也會見到 我們明天就回來了 不是,我們回來了 即是任期裏面會回來了 很快就回來了 很快就回來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六四就是到了 七一就是到了 那政府怎麼在這段這麼敏感的歷史時期 拆這個炸彈 還是最終這個炸彈爆炸 炸到責任權這一個 其實我覺得其實 你從談判學上面 就是你看到 我從好的角度去想 不過就很難成立的就是 泛民主派為了廢事影響五區公投 就是不想在五月十六日之前 跟共產黨公開說要談 但是又解釋不到的 這個當然是一個理由 他說我跟他們談的時候 可能更加少人投票 這個我是看不到的 這個要他們自己的解釋 不是我的解釋 但是如果你從另一個推理來說 就是說 共產黨要看看他們對公投的態度 怎樣才公佈跟他們談 其實你看到那個時序來講 法文主派已經公佈了 整個小組跟中央接談 其實已經達到了某個程度上的效應 當我們公佈說 馮偉華是那個 不知什麼 聯絡小組的組長或者領導人 阿九又有份 那樣搞 其實已經達到一半 大家都不聽到太育孫 其實他對公投是否真的杯葛 現在已經達到了 立市傳召式的所謂的支援 他不是支援的公投 他只是叫人投票 也很齊心 以民主黨為首的人 加上有幾個洪檢基 李國良之後 他不講公投話 叫人投票 所以其實很簡單 現在就是瓜屬看起來就是 泛民主派那個投名狀的人頭就放在那裡 雖然現在不是很英俊的人 放在那裡 那就很淡 但是問題就是 今天已經是5月18號 喂 哥 還有多久談 六二三 六四就來了 那怎麼談呢 其實老實說 詩奧華的怒氣 又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他一生人最大的事 六四 就被他沖淡了 是不是 所以泛民主派 或者甚至我們叫溫和派 他們在這段時間裡 泛民主頭派 這段時間裡的一些政治表態 如果問題太短時間迫 其實是他們不吃虧 他們錯解了 就是共產黨很希望在六二三 那時候拿到一些票來過那個方案 其實不是共產黨 你不過就不過就有什麼問題 反而壓力在他們那裡 如果他們不做這些讓步 過了這個時候 又要5年之後 共產黨才找他們商量 如果你現在不做讓步的時候 又要泡湯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由現在去到六二三 壓力在民主黨 為首的溫和泛民主派 那現在可不可以這樣說 基本上政權 已經給了中央做 現在基本上中央就跟 泛民的主流派去再談 怎樣查一條數呢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我覺得還未到這個程度 只不過是泛民主派的主流派 想不違背人大常委 對於2012年的選舉安排的框架 還有對於2017、2020兩次的所謂 可以撒銀普選的承諾之下 去繼續談 他沒有得益的 因為人家說了2012 我不會聽你說的 2012的安排是不用說的 2012之後的事情 現在就不要說 現在唯一的收穫就是 2012之後的事情 是不可以說 因為香港政府不可以說 我可以跟你說 就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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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2017有沒有 其實都不知道 不是 共產黨講得很清楚 已經講得很清楚 2012沒有得改 你如果談 2017可以談 你最好先通過了 如果不是談都可以 但是就一定沒有成果 那麼 鑑於有五區公投 他們就說 這樣吧 不如你先這個 冷帶 不拒絕 不拒絕 剛才 是不是 就搞定 那你覺得今次 泛民主派 熱主流派 泛民主派 有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manda 那天 我跟阿馮 那天跟阿馮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意思再談 你代表什麼香港人 他有14個團體 我說 你不好意思 對於14個團體 其實在說 在裡面那十幾票 那十幾票的manda 已經是過去的manda 因為他在2008年 在選舉裡獲得的授權 已經被我們最新的公決 是衝垮了 以前我們拿88萬票 總體泛民主派 不要計小數 不要計 不要計 我拿多少 扣出來 算整體88 現在我們有50萬票 即是說 88分之50 已經shift了 其實等於是大約六成幾 是shift了 他最新的manda 不在他們那裡 他還談什麼 你堅持2012雙普選 或者一個真普選 是越快越好 那他跟中共談什麼 他有什麼資格去談 他說manda 民建聯有沒有 自由黨有沒有 這樣好笑 他自己沒有manda 他叫一些更加沒有manda 的人 就說不如搞定他 因為他們說什麼 扯皮條 扯皮條 都要有女兒在那裡 是不是 你不覺得 他們不覺得羞愧嗎 現在他們的授權在哪裡 我真的看不到 他們2008年授權 那88萬票 分給他們 在哪裡 如果當時說民主黨分票 我們公使兩黨 共同 都是 二三十萬票 其實民主黨 拿的票和民進聯 差不多差不多 都會 stat多些 那已經沒有manda 已經來了 是不是 不要說manda 怎麼說manda 談什麼 她說代表十幾個團體 那些團體公共計數 是看出票 馬岳、蔡子強、葉建文、陳建文 那些計數 在學校正在打工 不是他們學問好 是他們肯接受訪問 不好意思 我現在再說一次 馬岳、蔡子強、葉建文和陳建文 不是學問好 是肯接受訪問 在大陸體制裏面一隻狗 好了 這節時間到這裏 下一節我們繼續討論一會見